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讲一个罗娘和障碍家族的故事 夏季欧语 陶子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出生在18世纪中叶的洛可可时期 那是整个欧洲最为富裕和奢华的时代 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安逸而腐朽 让人善如同潜水沉浸在梦幻般的水中 而沉溺正是洛可可的灵魂 为此他每天穿着戴着边的洋装 想象自己在田园中散步 然而现实却是陶子生活在一个叫夏季的乡村之中 他经常大了远的跑到东京一家名叫baby屋的地方购买洋装 而这些钱则来源于向老爸撒谎 班上的同学有事 老爸也经常不问缘由的一开口就给 说起陶子的父母 他们可是一代风流人物 混黑道的老爸在这些斗中落花而逃 蹲在酒吧后门瑟瑟发抖时 遇见了正出门清理常位的老妈 两人一见钟情 不久后就怀上了陶子 陶子从小就是一个近乎冷酷无情的早熟小女孩 在他六岁时 老妈要抛弃弃女 追求自己的幸福 原来当初生产时 他只用了一眼 就爱上了给自己接生的医生 陶子非常支持老妈的选择 还说33岁的女人 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不算晚 不过他最终选择了乱糟糟的老爸 而老爸也在离婚的阴影中 重新振作 开始了卖纺织品牌货的生意 然而就在日子正正日上之时 老爸居然自己设计起了品牌货 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诉讼 妇女两人回到了位于下期的奶奶家 陶子为了继续像以前那样买洋装 他将还没卖出去的纺织品牌货摆上网 一个潘尼女巫女 骑着无比拉风的 粉红小绵羊出现了 她能一边走一边吐她的女流氓模样 吓着了陶子 不敢相信 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孩子存在 一点都不优雅 而巫女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这个穿得轻飘飘的女孩 居然已经高二了 而且还跟她同校 但自从巫女以低价买下了几件品牌货之后 就常常到陶子家做客 然而陶子信奉仍是独居动物 从来都是一个人诞生 一个人思考 一个人死去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她在自言自语 而陶子沉溺在自己的乐可可世界 由于曾经帮助巫女 从校园霸凌中走出来的标志队长要结婚了 她请求陶子帮忙找一家 能在特工服上做刺绣的服装店 但是服装店神出鬼没 谁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除非能找到十年前的黑道传奇大姐头 菲美姑 传说当初 菲美姑穿着一身袖着生龙的特工服 将神奈川各女随帮派一一一收服 摧毁当地的暴力组织 接着就神秘消失了 既然人联系不上 那就先筹钱 可是时间紧急 现在开始大灵工 根本来不及 于是巫女将桃子绑到了赌场 谁知道 运气爆棚的桃子 赢下了一大堆的弹珠 最终兑换了七万人员 还将一半借给了巫女 事后两人来到贝贝屋附近 寻找那间传说中的服装店 却无意终于遇见了贝贝屋的老板 这可是桃子心中的神 海边身赞 桃身戴的帽子 绣工很完美 令他差点喘不过气 倒在了地板上 两人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那间服装店 最终桃子提出 要帮巫女 修饰她想要的那几个字 临走前 巫女将特工服 操到桃子手上 说 我的命就交给你了 不管怎么样 都交给你了 桃子初中专门学过刺绣 所以绣工很优秀 然而是如此 她仍用了整整三天 才绣出了想要的水准 看着巫女那喜不自身的样子 一向冷酷无尽的桃子 忽然很想哭 或许她开始明白 朋友的意义所在 但是巫女笑着出门 却是哭着回来的 原来 队长的结婚对象 就是她暗恋的那个人 巫女第一次体会到了 失恋的感觉 尽管没有经过表白 桃子只是转过身去 说这里没有人 你可以放声哭了 贝贝屋的老板 将一件洋装交给桃子设计 四小时 她的手却忽然颤抖了 人在面临幸福时 会突然变得胆怯 抓着幸福 其实比忍耐痛苦 更需要勇气 这样突然而来的幸福 让桃子十分害怕 她不知道 自己的幸福是穿洋装 还是为谁做洋装 巫女第一次接到了桃子 要求主动见面的邀请 甚至不过飙车集会 也来过来跟她相见 事后却被车队假发伺候 桃子联盟骑着奶奶 拿了小梅羊去救人 最后谎称 自己是飞灭菇的女儿 才在屋口中夺回了巫女 她跑到半路 巫女却说 飞灭菇是她初中 虚构出来的人物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但此时江湖上 出现了飞灭菇女儿 重现的传闻 故事的最后 桃子笑的洋装 大受好评 巫女也成为了 兼职广告模特 不过她更喜欢的 还是在摩托店里 埋身油污的打零工 特立独行 不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只是想找到 真正的自己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 就是对面